開始的時候,我先問一下大家 請問有沒有用過新制圖了? 也許有些有人有用過 也許有人沒用過 那也許你用的不見得是S-Mind 對不對 那我先跟各位 介紹一下為什麼會使用S-Mind 事實上那個新制圖安體有非常多 它只是一種方法 那S-Mind的好處在於說 第一個 像我們剛剛跟各位提到 它所有版本都有 所以 您在作業系統方面比較沒有問題 那麼當然萬一如果您是用平板的或智慧型手機 老實講 智慧型手機要畫這個還真的不是很好畫 可能你要用其他的 那智慧型手機上 它目前雖然沒有推出相對應的版本 不過呢 也會有一些 就是現在有一些雲端的 那種 新制圖 也可以用 那很多它都可以支援一般通用的格式 那像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 新制圖裡面比較常見的 比較常見的這個新制圖 我們給各位看 一般比較常見的 大概 免費的 就是像這個 FreeMind FreeMind算是最簡單的 那 它也是完全免費的 也沒有任何版本之別 所以呢 你直接下載就用 那它的缺點就是說 它是因為比較簡單 所以呢 可能 功能上 主要它就是把你 思考的東西 抓下來 記錄下來 所以功能上 會相對比較陽春 那麼 S-Mind它的好處 它也 它有免費的 有付費的版本 但是它最大好處就是說 它功能比較齊全 第二個就是說 它在美工 在畫面的呈現上 相對是 你可以做一些 就是 改善 讓你的新制圖 稍微看起來比較漂亮一點 所以如果你覺得 這個我不需要那麼 做那麼多的動作 我只要把它記錄下來 那其實用哪個軟體都沒關係 甚至你用雲端的 現在很多雲端用 根本雲端都不用 對不對 直接用就好 我們 再下一次 還有一個雲端的 那個 延期 那麼 事實上最有名的 新制圖軟體是這家公司 只是很可惜它沒有 這個 免費版本 它只有30天的版本 所以我們就不去用它 那事實上當然它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選擇 好 所以 這個是給各位看一下 那 這裡呢 有一個比較 算比較特別一點點 是叫做 這個 線上簡報的 好 線上簡報 那它的做法 就有點類似新制圖 好 有點類似新制圖 那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新制圖裡面 其實我們一般 比如說你有在記錄 就是這樣記下來的話 有些說是有網站啊 怎麼辦你看 我們在新制圖裡面就有 可以做什麼 超連結 那你可以直接連出去 比如說我這樣直接連出去 點了直接連出去 也可以 好 預設呢 它會用 我們 那個 S-Mine裡面的 內建的 瀏覽器 只是我已經改過 我叫它用外部的 所以它會像這樣打開 像這樣 你看 在這個地方 這個像比較特別 這個也是一個免費的服務 好 老師如果您 如果同學您用的是學校的帳號 那麼基本上就有500MB的空間可以用 如果是校外的 一般的 就好像是200MB 還是250MB 那當然它也有付費版本 只是它比較特別 你看像這樣去做放大 那我再給各位看一個Sample 這裡 這裡有一個 應該是這個 有一些是介紹性的文章 有一些是介紹性的文章 給各位參考一下 它可以像那樣去做 這個 有點類似新制服的感覺 只是說它可以搭配簡報 直接簡報出來 我們S-Mine本身 新制服它也有一個簡報模式 不過 各位如果您用的是免費版本 那那個部分 就沒有 就沒有 我的現在是有變成付費的 有變成付費 等一下我們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 它的一些奏權的方法 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先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是新制服 像 我們 一般 各位平常可能在 思考一個 比如說 一件事情也好 一個專題也好 或者 你有一個主題 還要辦一個活動 你就會 有一個主題了 對不對 好像做文一樣 老師給你一個主題了 那 給你看一下 像我之前去明治科大 我在 那邊 我就在高鐵上 就稍微想一想 想想看到做什麼 那高鐵上不方便打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般大部分都是手稿 像這樣 對不對 畫一畫 那麼 你用手 手稿去畫 當然它好處就是隨時都可以用 對不對 可是缺點就是 你要改不容易 所以 努力的 畫一畫 畫一畫 一張不夠 變兩張 對不對 可能我再去想一些應用 你都會這樣找一找 有空就想一想 你在思考過程 不見得是 一次就完成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是 利用 空閒時間 吃飯 睡覺 有沒有 有些人不好好睡 最近 天氣冷了 不好好睡 一直想 一直想 所以 你可能會 有不同的時間 然後去想 所以 我就會 慢慢的把這些整理起來 因為 你會用紙 去寫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要改不方便 要增加 要修改 你都會有一些困難 而且 只有文字式的 頂多你畫圖 可是比如說像一些網站 像我們剛剛的網址 你就不可能記下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手稿 像這樣子 我就把它轉換成新制圖 比如說像各位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 我去新竹高商上課的 那哪一次上什麼內容 我就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做一些付出 他也可以做這種類似像組織圖式的 組織圖式的一個 做法 那麼 數位教材這個呢 你看 也可以 像這樣子 有 圖片式的 有圖片式的 那 各位看到這個有沒有覺得 跟Excel有點熟悉 Excel那個叫做什麼 工作表 對不對 所以他 因為 主制圖不見 就是說那個新制圖不見得 就是一整頁 然後就很大很大 有時候你要找就不方便 我也可能 把它分門別類 然後呢 你一樣可以透過超連結 像我們這樣兩頁 然後你看在 這邊 像這個就是只有一頁的 好這個是只有一頁的 我就比較簡單的 可是這一頁 也蠻大的有沒有 會想一些東西啊 你會慢慢的 慢慢延伸出去 另外像在這裡 這個就多了 有沒有發現 就很多了 當然其實你說到底哪一種好 不一定 基本上剛開始你可以先簡單一點 然後慢慢的去把它擴動起來 因為現在對我來講 我在接案子也好 我在課程的規劃也好 或者是 有一些專案的執行 那我用這個方式 我就可以想得比較完整 所以 回到我們剛剛的這邊來 我們會跟各位講的就是 你看我在下面這裡 也是一樣有做 有沒有 有一樣可以做一個 走頁做一個封面 這個部分不是要取代 我們的一般 PowerPoint 您可以用PowerPoint再做更多美功能的變化 但是 很重要它是讓您 思考的源頭這邊 能夠 想到所有該想的事情 該做的事情 你都把它列清楚 想清楚 那這樣 到時候就怎樣 按表操課 是不是就下去就好了 只要負責去做所謂的監督執行 所以呢 它裡面一樣可以像這樣做朝連點 就可以連過來 也很像 其實事實上是很像我們一般的這個 就是簡報 那種感覺 好 那 這樣各位可能就會比較清楚 到底簡報在 這個新制圖裡面做什麼 所以一般來講 所謂的新制圖 大部分就是說 我們會有一個 中心思想 那個 點 你可能是一個主題 可能是一個idea 都沒有關係 那 一般打開了之後 空白的 就是一個中心主題 那你 把主題定下去之後 就開始發想 比如說你看今天 好冷喔 好冷你會想到什麼 最近很紅 發熱液 泡個溫泉 然後開始 慢慢的東西就開始出來了 那如果泡個溫泉就會想我要去哪裡泡 對不對 所以 你的東西會慢慢的一直跑出來 那 在 創意發想的這個過程裡面就是 你可以天馬行鋒沒關係 那 不見的最後一定會採用 但是 你通常有記錄下來以後我們再找 就相對比較容易 所以 一般來講就是 一個 中心主題的方式 去延伸 那最常見的 使用方法就是 您現在看到這種 所謂的 這種 新制圖的 就是這樣子繞過來的 好順子繞 當然這不是一個固定的 它還有很多不同的 這種 那個叫做 新制圖的方法 那所以 你把這些東西 輻射上的 把它連結在一起 那麼當然有可能 裡面會有一種情形就是 我的主題不見得跟這個完全相關 我只是突然想到 比如說我們剛剛 有提到的 我要去 泡湯 那也許你想說泡湯 可能要注意什麼事項 那不見得一定要寫在新制圖裡面 它也可以是浮動的 好就在外面做一個好像類似註解這樣子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在這邊有 有沒有一個註解 對不對 我在這邊就會寫 金制圖大概是什麼意思 因為有些時候其實跟我們簡報一樣 簡報適不適合 放很多文字在上面 不太適合對不對 比較適合大綱字 可是 我們在講的時候 在 講這些內容的時候 有時候要參考 或者要註解 那你就可以利用這種所謂的備註的方法把它加進來 把它加進來 所以 您透過這個方式應該會比較清楚 那這裡呢 有兩篇文章倒是蠻建議各位可以稍微參考一下的 好 您可以發現我後面還有一個加號就是 我有把這個 把它 直接抓下來了 好把它抓下來 那你也可以直接連到它的網站上去參考 比如說這裡 像那個中文推廣網站上 它就 不是只有軟體 它做的東西還蠻多的 包括了一些相關的文章 它有把你列出來 好 好 還在跑 等一下 那我就把這個複件打開 是像這樣 所以你可以去把這個抓下來 那 等一下呢 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 你看到我現在抓下來的 是不是長得像這樣 對不對 可是網站上 不太一樣 網站上是這樣子 它只是其中的內容 有沒有 我問一下各位 請問 我們現在常常要上網 找資料 比如說我們 假設你只要這一塊 的內容 請問你都怎麼做 直接 儲存 好像也不是很好的方法 對不對 因為現在很多網站 比如說你像雅虎的 你存下來 然後 你 大家都怎麼做 從這邊 存下來 存下來的話 有時候打開 那個樣子都不對 對不對 那你 你想說我如果直接貼到 在網站裡面去 會比較好嗎 好像也不是很好 因為有 有資料就跑掉 所以不管你都怎麼做 反正只要網路會通就來就好 萬一網路不通 網站已經掛了 還是這邊文章拿掉 那不就完了嗎 所以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一個方法 給你參考一下 那當然方法很多 你要用哪一種方法 隨便你 只要找到你適用的工具就好了 OK 那 這裡呢 所以 您可以參考看看 這兩篇文章 可以 做 給你做一個參考 因為其實 介紹新制圖的東西 真的非常非常多 非常多 我們還是強調它只是 一種思考的方法 所以工具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現在呢 先把畫面還給各位 您先看看你下載的資料 已經下載了